好 接下来我们讲下面一个 就是是否关闭一个分布 这个 接下来一个问题 是否关闭一个分布呢 其实也很 简单 好 你选什么呢 你的选项选什么 你选 我是不是 我就关闭了 我就把它关闭 知道吗 我按照这个选项 那么如果你把它关闭以后 把一个业务部门关闭 那么它的那个 收益是什么呢 收益其实就只有一个 就是可避免成本 你把一个部门关了以后 你看哪些成本就不要再发生了 那么它的成本是什么呢 就会损失边际贡献 很简单 关掉一个部门的 它的损失 就是边际贡献没有了 边际贡献损失 所以就这两条 就这两条 一个部门要不要关闭 你就看这两条 关了以后 你看它边际贡献损失多少 然后看看它可避免的成本有多少 你看看要不要关 只有这个 大于这个的时候 才是可以关的 否则就不应该关 好 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这是一个开店的案例 好 你把这个案例看一下 我就不解读了 好 下面这个意思条件很重要 他说如果我把一个店关闭的话 四分之一的固定成本仍然存在 这句话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四分之一的固定成本仍然存在 那么也就是说四分三的固定成本是可避免 四分之一是不可避免 对吧 好 然后公共成本是按销售额分配给各个分店 那么也就是说公共成本是不可避免 对吧 公共固定成本是不可避免 它总要发生 不管这个店关还是不关 它总要发生 对不对 所以不要考虑 好 关闭郊区店 那么将不影响市区的销售额 假设五月份的经营结果代表所谓的月份 好 这都没问题 好 现在我问你郊区店要不要被关闭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你把郊区店关闭之后 你的损失什么 损失就是边际贡献 我们刚才说关闭一个店 它损失的就是边际贡献 所以你把郊区店一关 边际贡献没有了 为什么只要看边际贡献就可以了 大家想 它首先收入没有了 成本也没有了 边际成本 边际和边农成本都没有了 那么其实就是边际贡献没有了 然后固定成本 大家看 固定成本前面讲过 就是四分之一的仍然存在 还有四分之三才是可避免 所以你把这个店一关 你是避免了30万的固定成本 而公共成本是不可避免的 公共成本是要分摊给其他部门的 如果一关掉以后 它会分摊到其他部门 就说明它仍然存在 不可避免 所以关闭一个交据店 它的损失是36万 收益是避免了30万的成本 所以这个店是不应该被关掉的 也就是说它的损失36万 损失是36万 然后它的收益 避免的成本就是30万 所以它就不应该被关闭 不应该被关闭 好 这个就是是否要停止一个业务的决策 是否要停止一个业务的决策 是否要停止一个业务的决策 是否要停止一个业务的决策